兄弟你直播的时候 你千万千万不要暴露个人信息 千万千万 然后我们 你现在在我直播间吗 或者说你有两个屏幕在我直播间吗 这个我直播间我没有打开 我就一直开这个腾讯会议 好的好的行 好的那我的意思 如果你在我直播间需要跟弹幕 想跟弹幕互动一下 你也可以跟弹幕互动 我这人比较奢控 说句实话 是吗 好没事没事没事 行大家听得到吗 大家听得到吗 喂喂喂 测试测试 喂大家听得到吗 听得到的话 大家打个一好吧 喂喂喂 大家听得到吗 喂喂 好的好的能听到 能听到是吧 好的好的好的 能听到就行 能听到就行 能听到吧 能听到吧 别别大家别逗我 能听到吧 好的好的 什么叫怕了资本 这话说的 这这话说的 没有水平好吧 没有水平 那个 好的 呃 嘉宾这样吧 嘉宾 你有最近什么想聊的新闻吗 新闻的之类 关于俄国的 或者说你能给 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为什么 就是你 你会突然 对这个 或者也不是突然 就是会对这个 俄罗斯的历史 尤其沙俄 就是尤其沙俄崩溃时期的 这个历史 感兴趣 这个吧 呃 主 最近 最近那个新 最近的新闻 没啥好说的 反正就刚刚发生 那个新闻 就是拜登 不是 骂普京 是什么 沙滩之子 我记得好像是骂了 这个词 对对对 什么意思 特别 哎呀 怎么说呢 哎呀 很无语 反正对 确实很无语 说句实话 这个沙滩之子 是什么意思 我其实有点好奇啊 就Sung of 那个词不太好说 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了 反正贼抽象 这个沃普和拜登 一贯的作风 说句实话 是吗 你如果关注一下 他之前的一些发言 就知道 拜登这家伙出口称赃 是真的 我知道 老不死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经常说脏话 这个我知道 确实 拜登念 他是这么直求的说 我还是第一次见 说句实话 声音一大一小 是吗 是因为我的声音比较大 对吧 我把嘉宾的声音调大一点 大家稍等一下 是这样 有弹幕让你聊一聊毛妹 你想聊 这个说句实话 这个我真不了解 说句实话 我这种 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可以 太纯洁了 不知道这帮人在聊些什么 你看这帮人每天就聊些这种玩意 真的是 为什么我的直播间 这么多下头 太下头了 解决此 哎呀 哎 老哥 你那个直播间 我不是前面看吗 哎呀 那个定场诗 说句那个定场诗 我想起 我想起一个贼墨的一个事情 来来来 你讲 就是那个 洪焕他们在 就是2月9号那会儿 看了个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在台湾 唱歌的那个视频 对对对 就是用那玩意儿 就是泽连斯基旁边那个人 特特贼牛逼这个人 哪来来 这个那叫马克西姆加尔金 也是个俄罗斯的脱口秀的一个 脱口秀的一个 脱口秀和主持人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职业嘛 然后他老婆特别厉害 他老婆叫普加乔娃 他老婆从 从伯利日月夫的时候 就是苏联的人民艺术家 我的天 不是他老婆多大了 他老婆70多岁 然后那男的40多岁 他们娱乐圈都信这个吗 俄罗斯娱乐圈也信这个呀 确实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也挺震惊的 说句实话 老哥在吗 没有没有 我处在震惊的状态 我只能说处在震惊的状态 我不瞒你说 我刚刚就是你跟我讲完之后 我懵了一下 然后好 2022年224开始之后嘛 然后那个普加乔娃 不是反对特别军业行动吗 带着他小老公一块润以色列了 然后好 那个普加乔娃嘛 然后 我没有听说吧 他润以色列了 对 他润以色列了 他润以色列了 他作为一个前苏联的人民艺术家 润以色列了 你搜一下那人 那人照片就知道了 那人是个挺反的 说句实话 就挺大力的 他那种造型 我是欣赏不来 他那种造型 那不用了 那不用 我刚刚吃完饭 我刚刚吃完饭 然后 因为坐吃山空 这夫妇俩又回来了 我想 不对呀 不是 他老公之前应该跟他不少赚钱 为什么能坐吃山空的 他们隔以色列 他妈的怎么呢 天天200瓶可乐 不是 是因为他们没法赚钱 在外面没法赚钱 所以说又入回来了 这我理解 这我理解 这我太理解 我没猜错 好多的俄国人员人 贼喜欢往以色列跑 我不理解 好多俄国人员人 贼喜欢往以色列跑 之前那个 我不意外 之前那个阿波拉莫围棋 都也要给自己整了个 以色列国籍 但还是没 这以色列国籍没救了他 他的票器还是被没收了 怎么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就是我们欧美 重权出击 对吧 专注俄罗斯论人 确实 确实 不是 他每次制裁都 专打论人 特别的绷不住 说句实话 他主要是冲不进去 他要是冲进去 能把那个 清普京派别打了 也算他牛逼 但问题是 他真冲不进去 他只能 清不清不从 京的那逃出来的人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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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俄国人员人 往以色列跑 可能还有点历史的原因 毕竟建立以色列的那帮人好像都是从东欧那边跑过来的以色列 犹太人 按照惠惠的说法来说并没有那么多 只能这么说 但是确实 以色列建立之后是努力的吸引苏联的润人 为什么呢 因为苏联的润人的他整体的知识水平比较高 不是 你从宗教上来说 那帮东欧来的犹太人 他们都 他们连猪肉都吃的 对呀 哎呀 不过 我记得好像没有夫人是出生乌克兰的吧 本古里安好像是波兰的 我忘了 对 这个确实是 这个确实是 这个我知道一点 第一次西安主义大会好像与会代表大部分都是东欧的俄罗斯人 对这个是 因为 就这帮人老觉得全世界都压迫了 但好 现在到 现在让哈马斯告诉一下他们什么是 才是真正的反抗压迫 好 说句实话 他那个早期领导层那帮出生乌克兰的犹太人都挺抽象的 说句实话 也不知道是乌克兰本身抽象还是犹太人抽象 哎 我觉得我们可以直接开始了是吧 你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就是大家到的差不多了 我觉得可以 嗯 嗯 怎么样 啊 我我一开始可以 我一开始关注这个主要是因为他们那边 俄罗斯那边关于就是17年这一段的历史 他们自己的史观就变了好几次 说句实话 这挺有意思的 嗯 他们自己的事 啊 对对对 这个我知道 我当时刚刚一下没反应过来这个年份 来 那个 老哥你就开始讲吧 你你你讲我给咱们中间可以就是稍微的帮助观众提问一下 或者说怎么说呢 呃 就是稍微的那个做一点那个怎么说的解读吧 我是嘉宾事情特大 是我事情太早 我在家里面开这个空气净化器 哦 好的 来来来来你讲吧 呃 首先是嘛 首先是你怎么要定性 怎么样的定性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这是一个比较 这是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呃 首先来说的话 目前 按照目前的史料来说 二月革命基本上已经被定性为一场宫廷政变了 他能不能称上革命都很勉强 说句实话 啊 他们俄罗斯人都这么直接的吗 不是 他他用 他分成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是上层的那个政变 宫廷政变 一个层次就是底头的底下平民的一些暴动 然后底下平民的暴动 是上层的贵族用来施压杀宏的规矩 知道吧 现在都已经这么接触 呃 这个这个话是从 从2022年开始这个事情就开始有变化了 因为之前的话 191922年之前的话 1917年这两场革命统称为俄国大革命 那二年之后不太一样了 哦 这就是俄乌战争之后才开始变的 对 俄乌战争之后 俄国官方的宣传就开始变调子了 就是 就是确定了 就是 把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重新进行的一个定性 都是这样的 然后 二月革命 我们要明确一点 就是它不是法国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虽然之前的文国知识分子非常最幸运将其类比为法国大革命 但是实际上这俩不是一个路子的 说句实话 嗯 这个这个 这个完全理解 这个完全理解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的就是 尼古拉二世 它不是被民众从皇宫公寓揪出来的 它是在北方战区的司令部内部 签了退位赵福的 当时就主导政变的是 陆军参谋长阿雷克谢伊恩夫和北方战区司令鲁斯基这么两个人 这个是政变的主导推动者 然后这些人 啊 你你说你说 就是我想问一下 那么就是问题来了 中间到底发生的时候会有导致这么大的一个就是认知上的差距 是因为宣传的一模 嗯 一开始嘛 一开始的话 斯大林他们编撰布党史官的时候 就就就说布尔什维克参与了二月革命 然后呢 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的历史问题大讨论 苏联历史问题大讨论当中嘛 就是有关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中的作用进行那个讨论 而这次讨论 导致了一个思想界的混乱 然后间接的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然后进入新世纪开始嘛 俄国人痛定思痛 就决定把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的所有史料全部看一遍 然后有了这么一个定性 或者你可以说是俄罗斯本土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这么一个对抗当中 斯拉夫派逐渐占据上风 然后所有的史料都要重新的进行一个审视和修改 然后这样的话 那么那么有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个人有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他到底参与了没参与呢 没参与 现在明确定性了 布尔什维克没有参与 这也是为啥俄共能洗白的原因 知道吧 明确布尔什维克是没有参与二月革命的 就有一种就是淮海战役 我指挥的美 嗯 差不多差不多 好的好的 来来你接着往下讲 这个很有意思啊 这个这个 嗯 多数军方发动军方高层发动二月革命 可不是为了为国为民 他们其实是想扶阿列克谢皇子上台 他们可不是 因为嘛 因为尼古拉二世这个人 哎呀 说句实话 耳根子软 然后还娶了个德国人当老婆 说句实话吧 而且他那个老婆名声非常非常的不好 有点类似于尹童勇的老婆 你想想尹童勇的老婆在韩国什么名声 对吧 嗯 他这老婆做过什么妖吗 就是他 他老婆火同妖拉斯普京这个人嘛 就经常 对对对对对 拉斯普京经常给他打电话说 我做了个梦 然后说梦见那个啥 俄军应该怎么怎么行动 他老婆在跟尼古拉二世在说 尼古拉二世都烦得要死 知道吧 谁喜欢干预政治 这个女人 可以可以 有一种那个谁的美感 可以可以 来 那个来 我们接着往下讲 然后呢 就是当时阿列克谢皇子 有虚有病这个事 是国家机密 军方没多少人知道 所以说他们觉得 哎呀 扶阿列克谢皇子上台 因为阿列克 皇子在民间的民生特别好 皇子在民间的民生特别好 然后据说是有他的祖父 亚历山大三世的风范 所以说觉得军方扶他上台 是挺合适 而且 那么问题来了 这位阿列克谢皇子到底是个什么水 就历史有定论吗 他年纪比较小 但是他 他是个不爱学习的货 可以这么说 这哥们不爱学习 不爱学习 我个人觉得不是 真不是 而且他有虚有病 这根本就没法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他妈的 这不管是从 以当时的医疗条件上来看 不管是从这个 怎么说呢 这个 就是 你平时的执政办公各方面 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的 这个 这个洗不掉 我想想哈 他那个 他那会儿二月革命之后 二月革命实际上是 现在是个 是个非常混乱的局面 因为 因为当时拿到特别照书 然后就国家度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贵族议会 他当时就打算接收政权 结果立刻被彼得格勒工人士兵 苏维埃给割了密 就好像把他们的办公地点都给占了吧 把国家度马直接都给赶出去了的那种情况 然后呢 你说你说 就是其实是 那我之前一直有这么一个好奇 就是这个国家度马这个权力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不同 我也看过一些不同的资料 就是不同的资料说法是不一样的 有的就是说权力大的很 罪大恶极 有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一个玩物 就你懂的 就这么个感觉 国家度马他贵俄会议 但是他当时俄国类似那种 我先给你解释这么几个名词 就是苏维埃这个名词 其实特别特别早就出现了 这个我知道 苏维埃他其实并不是 他指的是那个一个就是群体一样的概念 对吧 苏维埃是一个很低级的一种自治组织 是那种底层群众自伐起来 组织一个这么一个大会 然后他们还有晋升大会 晋升大会 晋升大会是 你可以把它看作各地方实力派联盟 各地方实力派会议 然后杜玛的话就是国家中央的贵族会议 反正他会议 这种大会是特别特别多的 然后说起苏维埃最显赫的一次 就是他最大放光彩的一次 还是罗曼诺夫王朝建立的时候 这个是最大放光彩的一次 因为那会儿嘛 因为那会儿的话 他就那会儿主要是第二民兵团 就是夏诺夫哥罗德这个城市组织的第二民兵团 然后把波兰人赶出莫斯科之后 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沙谎 然后第二民兵团 第二民兵团是由全地苏维埃这么一个组织 来组织起来这么一个民兵团 然后当时莫斯科还有贵族共治的国家杜玛 然后国家杜玛就趁机提议说 召开晋升大会来选举沙谎 然后同时第二民兵团内部的一些苏维埃代表 也自动成为选黄大会 也就是那个选黄大会的代表嘛 然后来选举沙谎 然后这样的话 选黄大会就包括两个部分 一个是晋升大会 一个是全地苏维埃 这么两个组织 然后来选举沙谎 然后呢 就是 但是这样的大会 说句实话 这样的大会达成共识是非常非常难的 结果就导致了 各个实力派想推举的人都落选了 最后选中了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这么个人 相反于他是简陋了 你可以把它 就跟普京特别像 就跟普京特别像 知道吧 就是这个人 米哈伊尔罗曼诺夫获得权力的方式 跟普京特别像 就是最高权力就突然砸他头上的那种 那我懂 那么就是 老哥下一个问题 就是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我说是 把苏维埃他变成了我们熟知的那个概念 1917年 就是列宁 列宁就是 大概就是列宁开始 列宁开始领导布尔什维克开始 他是列宁把那个 我们社会主义跟苏维埃进行一个嵌套 那这么搞的 我一直都那个观点 就是 人类不仅是地理的囚徒也是历史的囚徒 你干什么都会鲜明的烙上你本民族的烙印 知道吧 你干什么事情都会烙上你本民族的烙印 你也是要依托这些传统的组织来进行一些社会运动 你像中国嘛 中国就民主主义革命嘛 一开始也是帮派会党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 你像同盟会 这也是帮派会党演变而来的 什么志工藏这一些的 都是与旧时的帮派会党 对吧 你放到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所以苏维埃是个非常有俄国特色的这么一个组织 他一开始跟社会主义其实并没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你像二月革命之后嘛 然后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 他其实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成员是有现代政党的色彩 但大部分是一些底层一些社区的工人 劳工这些的 而且那会儿布尔什维克的势力非常恶行 黎民不是在外面流亡 就在西伯利亚农场悟到的 列宁都说嘛 他们这辈子必须都看不到世界革命了 所以说布尔什维克其实真的没有参加二月革命 那么布尔什维克是怎么在十月革命中夺的权 主要是临时政府太抽象了 说句实话 临时政府太抽象了 那真是 我说句实话 沙皇的名声其实一直都不差 反而是临时政府那帮的人 人员鬼头所有人都恨他们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尼古拉二世说实话 他其实 他从沙皇国国崩溃开始 他就一直有他自己的支持者 不要把他想象成那种 你不要把他代入成普遗那样的货色 说句实话 他还是有自己的支持者的 而且支持者为数还不少 主要是沙俄的一些中层军官和一些技术官僚 是特别拥护皇室的 那老公我想问你一下 就是如果说就是他那个临时政府这么作药把自己作死了 你不知道临时政府作了多大的药 他首先颁布的一号命令是 他的颁布的一号 那个抱歉你那边声音有点小 解除所有沙俄任命的地 临时政府的一号命令是解除了沙俄 沙俄所有任命的将军的职务 他的二号命令是解除了所有任命的地方官的职务 我的天哪 跟保罗布雷默在伊拉克的操作一模一样 我去 你这不招人恨 怎么招人恨 这么抽象吗 反正反正就无法理解 他一开始就解除了这些技术万疗 和这些沙俄任命的将军的职务 所以说这不招人恨 那他们怎么不会怀念先皇 对吧 然后连那个彼得格勒的那些市民都觉得 哎呀临时政府真不是东西 早该把沙皇请回来吊死这帮货子的 还有还有没有其他的我特别好奇 还有没有其他的作死的 你可以多那个列举一些 我挺想那个什么的 挺想知道的 这两个就够作大死的了 说句实话 足以吧 你就知道为啥那些沙俄的将军和技术官僚 宁肯加入布尔什维克都不加入白军 就这原因 他们贼和临时政府 说白了就是 临时政府配合的好 对确实 确实可以这么说 沙皇的民生其实不差的 要不然为什么他们全家会被处决 因为他们真有威胁政权的能力 说句实话 当时宝皇派的问题是有声望 但是他们没有领导核心 而罗曼顿乎皇室但凡有个人跑出来 那绝对能成为宝皇派的核心 那时候就麻烦了 所以为什么要提防杀他们全家 是这个原因 他们真有威胁政权的能力啊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没有人跑出来 是因为太败了 哎呀 说句实话 他们皇室一家其实也干不成啥事 说句实话 但他们的声望高呀 当初枪杀尼古拉二世全家时候 当时的 他们当地的那个政府嘛 都只敢说只枪杀尼古拉二世 而剩下的都妥善的 妥善的转移了 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布是全家出决 直到七十年代才公布是全家出决 他们很常常都不敢认这件事的 哦 都不敢认是吗 我还以为是不允政大把他全家都 不是 他们根本不敢承认 然后等公布了这件事 然后他们全家被枪杀那个地方 立刻就变成了朝圣的圣地 我的天 那我只能说 这个苏维维好像确实建立不稳 确实 确实 然后最后把他们全家被枪杀 那个地下室被拆除 这事是谁干的 是叶利钦干的 然后叶利钦因此去了莫斯科 因为这事立功了嘛 就是我老爷敢冒天下之大不为干的 对吧 对 后来嘛 柯锡金不是搞过一波改革 然后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吗 然后苏联人就崩团 柯锡金就是逃出了阿列克谢皇子 说斯大林打算把权力交给他 而结果被赫鲁晓夫发现 直接暗杀 还说什么斯大林遗体被转移 我的天了 斯大林不是也一直在传说有皇室血统吗 但是有八十的堂壁 太疯了这玩意儿实在是 这么抽象的吗 哎呀 反正现在都在疯传 斯大林又皇室 这个我是真没想 现在有些野生的东正教会 是同时拜尼古拉二世和斯大林的 这两个人是一块拜的 我知道 我当时还是觉得挺抽象 原来人家这个还是有历史传统 对 而且斯大林 你看他的那种治国 他那种治国思路 其实跟黄俄派是不谋而合的 说句实话 他的那套经济政治发展思路 跟黄俄派是不谋而合的 那核心就是大力出奇迹 我感谢一个FC 感谢刹那高贵 你不称职 不看弹幕 无数条弹幕说你声音太小了 嘉宾声音太大了 浪费我钱 对不起 是这样 我尽力了 我到现在 我现在真的是能把我这个声音调到最大了 那个嘉宾稍等一下 我试试耳机吧 我可能这个耳机坏 喂 喂 嘉宾你听得到我 能听见 能听见 我口 我大声吼出来 楼上楼下的310大妈不得投诉我呀 我操 大宝 你在310吗 你在310吗 你那个 你们能听得到吗 嘉宾 那个观众现在能听得到吗 喂 喂 观众能听得到吗 喂 喂 观众能听得到吗 好点了是吗 好点了就行 好点就行 还是声音小 等一下我看看 现在呢 现在呢 听不到是吗 那个嘉宾你说点 说话声音 说话声音 你说你说一说 大家能听见吗 我这个 我这个人能听见你说 你好像换了个麦 所以我声音太高 太破了 把嘉宾声音调小 我确实调小了呀 现在呢 来来来 嘉宾你讲 现在行了吗 现在OK了 我觉得现在OK了 现在可以吗 现在OK 可以吗 好的好的 来来来来 接着讲 嘉宾接着讲 前面 我也看了直播间了 上面有个说 说什么 皇室亲王去格鲁吉亚流的 比较搞笑的点是 斯大林的一次生父 普热巴尔斯基 这哥们据说是亚里山大二世的 私生子 所以说这算是 私生子的私生子 这么能扯的吗 我只能说这么能扯 反正黄鹅 这些段子 确实挺让人绷不住的 确实是挺绷不住的 说句实话 黄鹅的这些段子 就是黄鹅的想象力 唯独在 唯独在那个私生子这方面 黄鹅的想象力 是如此的抛脱 对吧 确实确实 太牛逼了 来来来 我们接着往下 我们接着往下 来来来 老哥你接着往下 然后呢 我在这里破除几个观念 就是我之前看成就通史 那个作者 一直在鼓吹那个什么 立宪会议 我的天 一直在鼓吹那个立宪会议 老哥你听说过这个立宪会议吗 当时 我对这个玩意儿可太懂了 我很早之前就在直播间批判过这个玩意儿 我一直持一个观点 如果你觉得立宪会议有用的话 那我建议你回你们村去竞选一下通道 我告诉你 那个立宪会议比之前那些晋升大会更糟糕 知道吧 晋升大会好歹是各地的实力派 你这立宪会议就全是嘴炮 我的天 都是嘴炮 那你活该被驱逐 知道吧 然后 哦 陵旭政府还干了个愁想事 就是把各地的政府官员全部解职之后呢 他让各地成立自治委员会 我靠 成立自治委员会 我的妈呀 那自治委员会都是嘴炮大本营 我去 各地都是嘴炮大本营 那可不就得陷入瘫痪 那各地可不得自己成立苏维埃 来维持地方秩序 说真的 要么就全额吃一大菜 你猜全额吃一大菜是咋来的 那就是这种秩序崩溃吗 各方势力都开始混 操 有一种 那个叫什么 哎呀 这个不能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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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来来来 那个 你要破除的另一个 什么关键是什么 还有个就是 咱们接着讲 咱们接着讲 然后我后面再说 我后面再说 因为说出来的话 这个 有点危险 说句实话 就是那会儿嘛 就是二世纪初 然后就那种对于什么 宪法 就是后议会控制下责任政府 那种病态的追求 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存在的 我也不知道这股风气是咋来的 英国人来的 我也不清楚 这个正常 我觉得这个非常 然后你水兵驱逐立宪会议 我看那本全球通史 还在说什么 哎呀 说什么民主的损失 咋地咋地的 我的天啊 这根本就不知道当时的情况 斯大夫里亚诺斯老先生 也不知道当时情况是啥样的 就这那本书 还是必读书目 哎呀 这个我们就不吐槽 我们就不吐槽 我们重点讲一些这个 呃 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斯拉夫里面 夫奇观 这个奇观一个是指 那个敌人歧视比较多 另一个就是做死的事情比较多 我们可以重点聊一下这一块 我看有个弹幕说 俄地资产阶级突然上台 本身没根基没经验 哎呀 二月革命一开始 是那些贵族希望恢复 恢复他们的特权 然后新型资产阶级 从中分一杯羹 人家是想分 人家是想分蛋糕的 知道吧 人家就是想把沙皇赶下来 然后搞那种贵族议会 然后来分蛋糕 知道吧 嗯 啊 就是说白了 人家的目的一开始 就是冲着分蛋糕去的 结果他们没有料到 智取崩的会这么快 就是那种彻底崩盘的那种 哎呀 然后呢 玩脱了 啊 玩脱了 差不多 玩脱 差不多 当时彼得格勒苏维埃 虽然他有个中央苏维埃的名号 但他并没有号令各地苏维埃的这种能力 各地成立的苏维埃也跟彼得格勒的苏维埃 没有什么多大的关系 嗯 因为那会儿彼得格勒既有国家杜马 又有立宪会议 还有个彼得格勒中央苏维埃 然后后来列宁提出那句 一切权利归苏维埃 主要也就是针对这种情况 知道吧 嗯 因为那帮苏维埃的内部中下层激进派 觉得哎呀 怎么该把杜马和利贤会议 统统赶出去 然后这下一看见有人给他们带头 就贼高兴了 要纷纷自称布尔什维克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布尔什维克的名望 就瞬间就升起来了 然后就为之后 他们能够发动十月革命 就能奠定基础了 是这么着 是当时是这么着一个局面 说白了 你接着讲 接着老哥 你要问什么问题 那我是在讲后来这个事情 其实如果按你这么一个说的话 其实就可以能猜出个大概 是你怎么想的 就是这么玩 把自己玩脱了 其实很正常 然后这种玩法 其实就是用那个谁的话来说 那种把权力扔在了地上 对 让大家来讲 不是 就是 就是 古今说过嘛 就是 就像诺夫把权力扔在地上 然后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 就这个 对 然后列宁能成功的话 就在于他把社会主义与苏维埃 这种传统组织进行了一个欠套嘛 然后这样就能吸引到最多的支持者 同时 他接纳了大量沙俄的前 技术官僚和军官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使得布尔什维克 他的后勤保障是比白军都 各种白军黑军绿军都要强的 这样的话 他们就是有组织有核心 然后白军那简直就是一盘散沙 毫无战斗力的那种 那三年国内战争 他们能胜利 这是有原因的 知道吧 这个确实 那个 那个叫什么来着 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什么什么高尔查克 那电影叫什么来着 五位上将高尔查克 我的天 这老哥 高尔查克被抓住的时候 就对审讯他的人说 我痛恨布尔什维克 他布尔什维克有一件事 做的贼好 那就拿枪扫出那个狗屁立宪会议 他当时就这么说的 就是杀的太对了 对吧 杀那帮立宪会议的人杀的太对了 然后高尔查克也不是保皇派 高尔查克根本不是保皇派 这哥们是最早支持 二月革命的海军将领 这哥们是个最早支持二位革命的海军将领 他根本不是什么保皇派 说句实话 所以说趁他为白军有点冤枉 说句实话 人家其实就是只是单纯的反对苏维埃 然后就被黄俄们给拿来当精神纪念物一样 对吧 他是反对布尔什维克 反对布尔什维克 对不起 我一下口吐了 所以说你把这人 你把这人拉起来当 你把这人拉起来 哎呀说句实话 我觉得黄俄最该给两个人 两个人数为偶像 一个叫列宁 一个叫斯大利 说真的 哎呦 你看俄国呢 俄国那种崩 1917年那种崩盘的局面 列宁其实是尽他最大努力 稳住了沙俄基本盘的 要不然1991年的解体 只会发生在1917年 然后现在反而都他妈成了列宁的罪过了 我这么跟你说 那些把乌克兰问题 归咎为列宁的那些人 本质上更认为 巴以冲突是2023年10月7号开始的 差不多 这种思维是差不多的 你是不是在暗示我们金子 小伙子你很危险 你是不是在暗示 金子 说句话 金子跟塔克卡尔森那个采访 他其实对列宁已经 已经不那么批评了 说句实话 这个是从2022年就开始了 22年就开始了 是这样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但是我是一直知道 那个金子对列宁有意见 你22年吗 俄国出了个纪录片 说是纪念苏联成立100年的吗 然后对列宁的评价已经变了 然后上来就给了个俄国的天才 就是说列宁是俄罗斯的天才 对话一点都没错 那是我这么说 十个斯大林都比不过一个列宁 然后列宁说不仅是自己 自己理论的创建者 更是理论的实践者 他这么说的 可以可以可以 那确实没有那个 没什么问题 我只能说没什么问题 然后斯大林的评价没啥多 毕竟这几年斯大林都洗败的差不多了 对 这个为什么 我特别好奇 他们是怎么看列宁状态下的苏联 或者说苏俄 他们是怎么认为 我这么跟你说 如果列宁活得够久 我觉得他搞国家建设的方式 我觉得跟斯大林应该没有多大区别 这个我是认为 因为斯大林那一套确实是 就那种高度国家计划经济 其实五年计划这个词 是沙俄时代提出来的 1913年提出来的 这个我听说过 就是从那个首相叫什么来的 一下想不起来 就是确实这个 就是俄罗斯人确实喜欢搞这个 对 1913年就是沙俄提出了五年计划 这么个概念 不过他没来得及执行 然后他就垮掉了 然后国家纪委 这个也是跟五年计划配套的一套东西 这个其实在沙俄时代都有构想的 然后呢五年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 其实是博动参考了沙俄的计划 包括什么引进 什么设备 什么工厂 其实在沙俄时代都参考好的 然后用的也是同一批人去执行这个计划 就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样的 我看前面有个人说 黄俄跟我们怀念清朝差不多 不不不不不 这不一样不一样 这不一样的不一样的 真不一样 真不一样 因为大清留下的一些工业 其实经过北洋和炮党 都就刮民党都毁的差不多了 说句实话 都基本上毁的差不多了 新中国的话 主要还是靠苏栈手把手交的 说句实话 确实 这个确实是 你可以看不起黄俄 那不行 这个话不能自不间论说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怎么看乌克兰这个问题 尤其最近就是这个态度 因为刚分开的时候 是把乌克兰当兄弟的 你我都懂的 对对对 不不不 俄罗斯本部和乌克兰的矛盾 哎呀 是从沙俄时代就开始了吧 沙俄时代就有了 包括那个苏联时代的 纪念伯罗邦 这个 乌克兰邦 乌克兰邦 就是伯雷人涅夫内伯人 伯雷人涅夫内伯人 这个其实历史上是一种常态 乌克兰出身的贵族 长期是占据沙俄的中高层的职位的 还有就是波兰的贵族 也是长期占据 占据那个 占据沙俄的中高层职位的 你一看那些沙俄贵族族 我靠一半都是乌克兰波兰出身的 我的妈呀 哎呀 我 不行不行 这个话不能问 这个话不能问 这个话问了直播间就没了 就是 之前有一位 仁兄曾经跟我讲过 就是 乌克兰其实是一个特大号的310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特大号的310 你要说人员来源复杂的话 那确实 他那个地儿特别复杂 毕竟 他跟310还不太一样 他跟310还不太一样 310毕竟没有强 他毕竟不是对外扩张的第一线 310毕竟不是对外扩张的第一线 说句实话 但是他是 但是 第一线 就是 你懂的 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就他受外部影响力 比较 你懂了 对 对 那照你这么说 乌克兰有些思想跟310的思想差不多 他们都强烈的希望引入外部势力 来提高自己本身的地位 这个确实挺像的 哦 他们 他们就没有什么独立自主的观念 说句实话 乌克兰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什么独立自主的观念 都贼 贼希望仰仗外面的老爷 来 来那啥 来查明 哦 我跟弹幕澄清一下 弹幕可不要乱说啊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是我的一位朋友跟我 就是啊 他们那个什么的 这个可不能怪到节度使头上啊 不要乱说 不要乱说 行 来来来 那就是他们现在对于这个整体的史观 对于乌克兰这方面有一个什么 就是态度上的变化吗 我说句实话 乌克兰他们那边 乌克兰那边常说自己的俄罗斯殖民 这纯属扯淡 哎呀 长期俄罗斯帝国对于乌克兰地区是免税的 知道吧 各种优惠 然后乌克兰的贵族 然后进入沙俄中央任职的话 人家是自动升职的 这比 哎呀 我不说了 我不说了 这这这这 这种 还有就是波兰的贵族 波兰的贵族也是一样待遇 波兰的贵族比乌克兰贵族待遇还要高 知道吧 所以说你看沙俄中央 一堆波兰乌克兰出身的贵族 啊 你可以说 你可以说在会乌克兰 就是在会乌会乌几百年了 这真是会乌几百年了 我会出来个这 差不多差不多 然后所以说那会乌克兰也没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 乌克兰民族主义其实 源自于哈 叶卡杰雷纳二世时期嘛 波兰被瓜分了 然后土耳其衰落了 然后乌克兰的重要性开始下降了嘛 然后叶卡杰雷纳就开始减这些乌克兰贵族的待遇 然后乌克兰就开始闹嘛 然后叶卡杰雷纳也是铁拳镇压 然后这会儿就乌克兰民族主义 一开始乌克兰民族主义是针对波兰的嘛 因为他们一开始是波兰 波兰治下的人 后来不是 因为觉得受压迫了嘛 然后就跟俄罗斯结盟掉头反冲波兰 就是这样 他一开始针对波兰的 后来也开始针对俄罗斯 所以说乌克兰民族主义有很强烈的反俄反波倾向 他两边都反的 你像包括波兰的话 波兰那边一直反 一方面是因为被瓜分亡国了 另一方面就是波兰贵族在中央的晋升道路受阻了 就他们的民族主义是这么兴起来的 就是会的太久了 一下子不会了 人家就不乐意了 是吧 对 你像包括嘛 你像包括苏联解体嘛 俄罗斯帮和乌克兰帮之间的斗 然后就俄罗斯时代不想会乌克兰 乌克兰说你不会我了 那我们单干 然后就这么闹开 然后最后闹分解 下一个问题 他们怎么评价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已经被彻底一棍子打翻了 这哥们已经被彻底一棍子打翻了 就劈臭劈倒了 对吧 对 已经被劈臭劈倒了 尤其克里米亚那事对吧 对对对 赫鲁晓夫很早就被劈臭 好像进入21世纪就被劈臭劈倒了 之前把赫鲁晓夫捧起的原因是因为 哎呀 戈尔巴球夫要搞改革嘛 所以说要把赫鲁晓夫捧起来 然后呢 你你你像就是哎呀 之后通过研究发现赫鲁晓夫确实不太行 然后就把他一棍子全部打倒 而且确实不太行赫鲁晓夫 他干的操作太抽象 实在是 这个赫鲁晓夫脑子不太好 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不是这一方面也跟他夺权的那个过程是有关系的 是他权力获得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因为赫鲁晓夫是靠党务系统夺权的 苏联的党务和政务就一直是一个非常分割 就是什么不怎么交往的这么一个状态 因为斯大林时期 斯大林时期苏共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小的 142年的时候苏共差点被解散了 后面的话苏共就只剩下人世人命宣传和意识形态研究 这么三个纸啊对你哎对了老哥你可以着重讲一下这儿 这个可能大家有点那个大家知道的不太多 我觉得是呃那个呃直播间观众了解的不太多 因为是这样很多人都喜欢拿我们去套苏共 这个苏共真不是这样 你可以稍微讲一讲呃 我顺便拿个水去来你你你你你先讲 你先讲呃那等您现在就回来拿上水再说吧 因为我怕我这边可能 因为我对这块还是稍微有些了解的 行你你你你先讲一下 我回来之后跟你互动一分钟 呃就是啊有有弹幕说从玉米开始是转折点 确实就是苏联经济开始崩塌 就是开始就僵化确实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 然后呢就是呃以前面有弹幕说嘛 就是说从玉米开始是转折点没错 苏联经济开始僵化是从赫鲁晓夫开始的 啊对那个呃这个给呃重新强调一个冷知识 斯大林模式期来源于赫鲁晓夫啊 啊然后呢 因为这这这其实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传统的党务干部 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 那么宣传宣传组织可能比较强 但是对于一些具体事务的话 他们可能确实没有那么强的那么好的知识来进行一个指导 而苏联的技术官僚其实是失存至沙俄的 那是一个比较封闭的一个圈子 然后所以说党务和政务事务这两边都是一个平行的 他们是没有什么交集的这么一个 而赛里斯他的那一套的话 主要主要是我们没有继承多少民国和那个阿清那些技术人员 我们的很多技术人员是自己培养的 所以说的话这方面 而且我们也提出过又红又专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说我们的问题反倒还不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呃我想给弹幕做个补充 斯大林模式 理源于赫鲁晓夫 发展成型于伯列日念夫啊 斯大林模式其实时间并没有你想 想象的那么长 说说山高觉得遇你杀人杀早了早知道 不不不不不 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 他的大致意思就是 用我走 我保证不搞大清洗来吓唬大家 就是说他是这么着个意思 知道 所以说他才能获得党务的支持来夺权 知道吧 呃我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啊 这个呃 赫鲁晓夫总之下台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抽象的过程 他是被他曾经帮他夺权的那帮人给把他赶下台的 这也是为什么最后弄上来一个薰总啊 就是他一开始觉得啊 斯大林管干部管的太严了啊 我们不能这么弄弄得大家很害怕 结果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妈的斯大林是对的 然后他又想往回改 然后结果一下子改不回去了 确实 他那个赫鲁晓夫他干了啥事吗 就是他不是依靠党务系统夺权的吗 然后党务系统人就觉得 哎呀我们的好日子来了 然后就开足马力的干预一些日常生产的事物 我的天哪 然后那些事物官员 然后就看说 我靠你们这么乱搞不清 然后他们也开始摆烂 他们也开始摆烂 我的天哪 然后就整个就给荡击了 那基本上就属于 而且赫鲁晓夫时期国家继委就开始 国家继委就不能随便 国家继委就不能看见代工 又直接挖出去枪壁了 国家继委也开始弱化 那你计划经济可不得将 可不得当机吗 我说句实话 薰宗能维持住苏联经济 我就觉得他挺牛逼的 说句实话 他能维持住苏联经济 我个人觉得是那个石油价格挺牛逼的 只能这么说 对对对 薰宗后期的一段时间 其实租联的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经济其实已经到后期 尤其工业生产部门 已经开始出现瘫痪的状况 这也是为什么 就是戈尔巴乔乎上来之后 接过那个安德罗伯夫跟那个谁来着 七二年科 七二年科 对两位短命鬼 之后就是把那个谁那么急的一个原因 确实 确实 那有外加那个美国开始认真打冷战了 找断了他的技术辅入 我靠那就立刻不行了 说句实话 苏联的技术研究也确实一言难尽 他连卡车的衍生信号 他都做不好 他连衍生信号都做不好 我的妈呀 关于这个问题 我给大家稍微强调一下 美国敢于打冷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拟地勋踪是实在他妈的抽象 实际上我们不说美国 欧洲其实在二战后 对于苏联的技术转让跟经济合作 是一直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拟地勋踪太过于抽象 抽象到基本上 你现在在欧美看到的 就是美国我们可以 就是你在欧洲看到的反苏魔赠人 大部分都是你离勋中培养出来的 勋中有些事情干的是真的很奇怪 你说你这个技术转移了 我跟你说 就是 哎呀 实际上这也是赫鲁晓夫留下来的这么个 就那会儿嘛 就是因为那会儿就苏联很迷茫 说社会主义该怎么建设 然后有一部分人就主张重回马克思 然后通过反向和平演变 然后来促持欧洲进行变革 然后就开始跟欧洲进行经济合作 就那帮亲欧共产党人搞出来的事情 包括铺设书游书气管道 以及赫尔辛基协议 赫尔辛基协议 这个太有名了 这个太有名了 就是说 哎呀 实现欧洲侵善嘛 然后苏联内部社民派力量的大展 说还是马克思的真金管用 对吧 还是 还是第一代的真金管用 但是我们从事后的结果上来说 其实并没错 我真的 我就是从后面来看 这么做其实是没错 但是没有料到欧洲居然垮得那么快 我的天哪 欧洲我觉得垮的是比美国要快的 欧洲垮的是比美国要快的 对 当然了这个欧洲垮得快 也有他俄罗斯一份功劳 那确实 那确实 这个给大家输出一个 我的暴论啊 如果没有俄罗斯那帮 亲西方亲的魔阵的那帮魔阵人 现在的西方也不至于那么魔阵 大家要知道苏联解体之后 一群亲西方亲的魔阵的啊 知识分子不停的往欧洲跑 然后把整个欧洲的价值观 跟就是对俄关系研究领域 直接带入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啊 不是不仅是对俄研究领域 对华里研究领域也被干飞了 也被干飞了 两个领域都被干飞了 我我的妈呀 对大家对有一个弹幕提醒了我 就是就是有弹幕说大毛版的张家堆 你不要忘了我们只有一个张家堆 人家俄罗斯那是有成千上万个张家堆呢 哎呀确实太抽象了 太抽象了 要对张家堆有信心好吧 那个大目提醒 对对对 就是太多的舔狗 以至于舔出了太多的小仙女 就是为那些那些社民派力量发现 原来理性人假设是错的 欧洲真是一群傻逼在统治 真是一群傻逼们在统治 我的天啊对 确实是妖魔到处跑 行那个嘉宾我们接着往下讲 你就是你给我发的那个提杠 我觉得可以我们接着 沿着那个提杠往下讲 有弹幕让你评价一下 那个苏斯洛夫 红一主叫苏斯洛夫 苏斯洛夫这个人 我其实并不是很了解 说句实话 但是他们那套扩张理论 好像就是从斯洛夫开始的 就那有限主权论那一套扩的 哎呀他我说句实话 他的干涉 哎呀太爱干涉了 说句实话 勋宗时期 勋宗太爱干涉了 这到处到处跟到处较劲的那种 关于这个啊 我要输出一个暴论啊 就是这个事还真不能怪勋宗啊 就是毛泽 毛泽的知识分子长期以来都有当爹成瘾的这个习惯啊 就是主形态嘛 就是主形态 爹味非常的重 重到绝大部分人都受不了 我给大家举两个两个例子 第一第一个例子就是当爹 有应把自己给当玩拖子的是谁呢 啊是第一次啊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 如果你要是有兴趣看一看国民党党史的话 你会发现蒋灾死这个人上位 是非常非常有偶然性的 然而这些偶然性的就是这些机会是给谁给他创造的呢 是苏联顾问鲍罗廷 为什么呢 因为鲍罗廷 反正咱也不知道咋想的啊 鲍罗廷一直觉得蒋介石比较好控制啊 因为党介石可一点不好控制 但是鲍罗廷是这么想的 你挡住鲍罗廷是这么想的 我靠 我靠 胡汉明是怎么倒台的 你再去看一下胡汉明是怎么倒台的 就是因为什么呢 苏联人 苏联人啊 就是非常出向 苏联人一直认为松中山的接班人 松中山的接班人 或者说松中山内定的接班人 内定的副手 鲍罗那个 胡汉明是一个右派 然而你从这么另一个角度想 胡汉明是右派吗 对吧 你这么讲 胡汉明是右派吗 如果胡汉明是右派 那个联合 就是联合共产党啊 要大搞土地革命的松中山 为什么会选这么个人当副手 而且在松中山去北京的时候 松中山去北京的时候 当时留在广东总统府里边 当这个代理大元帅的人是谁呢 是胡汉明 松中山疯了吗 找一个怎么说呢 跟自己作对的人去做那个位子 啊 暴罗廷这侮辱谁的智商呢 胡汉明其实是一个非常中立的人 而且大家去看看 某我们某位啊 就是我们我们的讲师 我们的导师啊 教员是当过胡汉明秘书的 而且时间还不是特别短 你可以说啊 胡汉明不那么亲共 不那么亲额 但是你就是我不知道是 暴罗廷是什么狗眼能把胡汉明给成一个右派 无非是什么呢 胡汉明这个人比较强硬 如果大家去看国民党的记录去看 胡汉明这个人比较强硬 他不管对谁态度都很强硬 问题是你他妈是干革命的 你态度不强硬 你天天搁那妥协是吗 啊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好 先把胡汉明搞下去 然后又借机把许崇志弄下去 结果蒋介石上位了 蒋介石上位 北伐成功了 权力越来越大 又想拿那个汪精卫去制衡蒋介石 结果没想到汪精卫是个弱智 自己玩脱了 啊 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啊 你弟讲 讲该死 稀里糊涂的 真的是这个过程 真的是贼他妈离谱 就是稀里糊涂的 成为了啊 国民党的实际掌权者 那会可不是实际掌权 他软禁胡汉明之后 梁广立刻就返奖 啊对 梁广立刻就返奖了 对 确实这也是个事 然后他的权力稳固 得到三十三年代中后期 对 三年代中后期才行 我的天 就自己 自己就是说嘛 就是当爹有影 然后大家不要觉得啊 就苏联当爹 你俄罗斯联邦也当爹 俄罗斯联邦 在中亚折腾的那些事啊 你但凡去看一看 你也会觉得非常值抽象啊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这个更典型 亚美尼亚更典型 亚美尼亚我们就不说 就五个那中亚共和国 对吧 你看看 跟俄罗斯那 苏联解体之后多少事啊 就现在那哈萨克 还跟暗制 跟普达地葛那较量呢 啊 美国那帮 美国那帮 新保守主义分子 也是贼热衷当爹的 那逆练托洛茨基的理论 那逆练托洛茨基理论 搞出了新保守主义 他们也玩这一套 结果就是 03年你入侵伊拉克 你为伊朗扫除了 扩张势力的障碍 贼抽象 当爹有影视病 真的得治 真的得治 兄弟们 确实 啊 这个这个确实得治一治啊 要要不然 这个真的容易出问题 哎呀 不要妄想 不要妄想的 就是一定要扶持一个 就完全听自己命令的人 不要妄想扶持一个 完全听自己命令的人 你如果真扶持起来 那也是个废物 那也根本掌控不了任何事情 对 这个我非常赞同 我非常赞同 这个真的是呃 在这一点上 真的是呃 俄罗斯从建立以来 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教训 当年当的 现在已经把乌克兰都差点当没了 哎呀 乌克兰的那更倾向于是会没的 他一直在会晤 几百年了都在会晤 我的天 嗯 而且乌克兰 乌克兰发展出来那套民族主义吧 说实话挺垃圾的 我这么说 乌克兰那套民族主义是挺垃圾的 比比半岛上的民族主义 还抽象 他们那一套 他们不是还说吗 说乌克兰语能致新冠 就是20年的时候 说乌克兰语能致新冠 特别抽象 乌克兰语 主要是他们可能说乌克兰人语 说乌克兰语的太少了 可能正不是也不会说乌克兰语 折圣不会说乌克兰语 不是已经是一个常识了 就你但凡关注点政治 那个 感谢浴血长空一号机的LC 感觉中亚正在摆脱 摆脱毛的控制 并不过并不是清西方 而是并不是往清西大那个方向走 对确实 美国势力不已经被打跑了吗 已经被打跑了 他也没法清 对美国势力确实被打跑 怎么说呢 很抽象 有人说乌克兰民族主义 是波兰拙劣的仿制品和颜色 我的天哪 乌克兰民族主义同时反对波兰 你看希特勒 希特勒不是也支持 那乌克兰民族主义吗 像班德拉那帮人 就从那会儿蹦出来的 你看他们屠杀老百姓很在行 但是你真上了战场 那真是一出几亏 那真是一出几亏的那种 就是一些只会欺负老百姓的败物 我说的只蛮 对对对对对 对对你说的非常准确 说的非常准确 贼垃圾 我觉得乌克兰民族主义特别特别垃圾 你半岛好歹是做出了那些成就 你乌克兰只能每天幻想 说句实话 这个就别对所谓的乌克兰民族主义 有那么一出几亩 期望真的真的就是我们冷静一点好吧 冷静一点 你看看乌克兰民族主义 乌克兰民族主义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我们本来能达到法国的生活水平 都是俄罗斯给拖累了 对现在俄罗斯不拖累他了 怎么也没见他们达到法国的生活水平 不是有个地域笑话吧 说20年前竞选的时候 乌克兰的候选人说 我们选上我 我们就能到法国的生活水平 然后10年前竞选的时候 说选上我乌克兰就能达到波兰的生活水平 然后现在竞选的话就是 选上我乌克兰人就能活着 嗯嗯嗯可以可以 哎呀去 法国快到乌 法国快到乌克兰的生活水平了 确实你看法国那每一次示威 那跟战场确实没什么两样 确实 这个法国这个确实是 基本上已经扛不住了 呃感谢双成月的SC能评价一下格罗米科吗 你评价吧大佬 我对格罗米科真的了解不多 我说句实话 我其实也没看多少格罗米科的资料 啊抱歉啊 这位那个呃抱歉双成月 这个我们真没有办法回答你 哎那个你就是大佬你要不要抢下这个农奴制 就是因为你当时 农奴制 啊农奴制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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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农奴制的话 它的核心就是呃 你不能离开超过30额里的区域超过7天的时间 它就是这么着 就把人固定在一个区域 把人就农民固定在一个区域进行这么一个生产 这就是农奴制的核心就是这样 嗯 然后农奴制其实也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你实际上大规模农奴买卖 其实是在彼得一世的时候开始的 那会儿彼得一世嘛 不是他们的频繁的军事扩张嘛 嗯 然后就开始分封了大量的军事贵族 但你分封土地都是些没啥人的土地 然后彼得一世就让这些旧贵族们卖些人 然后过去让那些人去耕种那些无主之地嘛 当时就是以劳务派遣的形式 然后到一些新贵族的土地上去耕种 然后沙俄那会儿的模式就是 沙皇不给你发工资 然后就指定一片地 说这条土地的税收归你 这就是发工资的形式 但作为义务的话 你就得服兵役 就得必须服兵役 就是这种军工贵族制度 知道吧 就是它的土地并不归贵族所有 实际上那些土地没有明确的产权 土地是归公社共同所有的 土地是归公社共同所有 农民们在上面集体的耕种 然后来进行 然后上交税款 然后供养这些军工贵族去打仗 那些贵族们实际上都住在自己的领地的 他们大多数集中在大城市 他们大多数集中在大城市 有人说 结束您问 您先说 您先问吧 就是我在看你后面这个 就是为什么贵族也会支持废除这个农奴制 哎呀 这就是涉及到农奴制废除的问题了 农奴的自由 这是一个最轻的一个问题 这就是最轻的一个问题 土地的所有问题 这个才是真问题 他们实际上想借这种微不足道的自由 然后来夺取公社的土地 然后把这些农民们全部赶走 然后把这些土地 然后分配给那种从欧洲引进的一些高技能的一些老农 农 电农 你可以参考私有化改革 就是90年代后私有化改革的操作 你可以参考这个 原来是这么回事 感谢HBC931105的SA 感觉德国现在也不要钱了 和国官的朋友说可能阿根廷话 我这么说 真不一定 因为什么的 德国要是真喊下去的话 真不如阿根廷 阿根廷这个矿产资源什么的 包括这个大的土地来说 要比德国好很多 德国好很多 德国真不怕 真不配跟阿根廷比 先说老哥你接着讲 你接着讲 这个内容 阿根廷 阿根廷我觉得比德国好一点 在于他的人口结构还行 他不像德国那么多外来移民 那太难受了 后来亚里山大二是搞改革吗 也是让所有贵族和农民都不满意的一个改革结果 这个是让贵族和农民都不满意的 来来来仔细讲讲讲讲 这个是我们最感兴趣的 因为贵族他们想独吞所有公社土地 这个是这个人没有达成吗 只多得了一点点 只多得了一点点 然后呢农民呢觉得 我靠我自己平白无故 没了一部分土地 我还背上了债务 因为他要花钱赎那份土地吗 好对了 这个也是我特别理解不了的 就是他们这个 他是用用什么东西思考 然后得出这么一个神奇的结论 就是说我他妈的分地 还要给人还要让人家身上悲债 就是这种用用浓浓的自由权吗 然后来来来吞并土地 就让你随便跑 然后来分配土地 就这样 然后最后给了 但是没给没权给 好 确实 所以说亚历山大二世 全国都诅咒亚历山大二世快点去死 那他被炸弹送走 那岂不是应该的 那只能说他死的吧 对确实 确实 全国人民都想就那个笑话 说我靠 我现在想暗杀他都得排队的 确实 那确实 然后农奴这个问题 真正开始恶化是什么时候呢 是叶卡前列纳二世时期 然后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他取消了贵族的军工决制度 然后让贵族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封地 然后导致了贵族和农民的关系 是极具恶化的 这么一个 为什么回到封地之后就极具恶化 因为哎呀那会那会贵族不在 不在那 他们不在封地住了 他们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住的了呀 那宫舍那些 不觉得那么恨 参见了就觉得恨了 对 然后看见 而且贵族到封地之后 就是对农奴的压迫是越发的深 那农奴可不就跟贵族的关系极具恶化吗 所以为啥 为啥那会儿不是经常喷苏联搞第二次农奴制吗 就是搞那个集体农庄 就玩那集体农庄 因为俄国这个地方实在是地太大 人太少了嘛 所以说公社 公社这个东西 它就是能搞得下去 公社这种东西就是能搞得下去的 你像未来 后来为啥 就是在塞里斯为啥搞不下去那个公社 因为塞里斯是人太多地太少 所以说你的硬搞是搞不下去的 公社内部也会迅速的宗族化 所以公社这玩意儿 好像只适合俄国这么一个地方 你像在乌克兰搞这套公社也不行 能不能搞出大饥荒了吗 也是这个原因 它就适合那种没有形成小农经济的地方 这个确实是非常抽象 只能说这个确实非常抽象 就是表面上看是一个惠民政策 实际上是一个啊 在剥削的程度上更剥削 可不是吗 你就参考90年代俄罗斯的私有化改革 一模一样件的事 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的 我看我看普京这接下来是不是也要搞农奴制 我看他这样子 我看金的这样子是不是也要搞农奴制 农奴制倒不至于吧 我觉得俄罗斯现在这个含量什么的 包括国家经济也不至于 不是回到就是啊 怎么说需要 农奴制这个名字翻译的不太好听 你翻译成公社制度 你翻译成公社制度 我看普京这也快要搞公社制度 我看这样子 不至于不至于 我觉得还不至于 他现在财政状况很好 对了 公社制度那是正儿八经玩社会化抚养的 所以说某媒体战士不应该恨俄国的 这可是祖师爷 某媒体战士不该恨俄国的 那可是祖师爷 这个我赞同 这个我赞同 就是这个媒体战士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方面 就是可能天天可能推广社会化抚养 然后一方面又恨 就是恨 感觉就是那种 恨的差不多那种 希望他赶快死的那种 媒体战士不是刚刚又凤凰网 又上凤凰网了 他那边放寒假了 好像又上凤凰网了 哎呀 真是 某战士好像蛮欣赏玉米 那我觉得他可能也会欣赏戈尔巴乔夫 因为戈尔巴乔夫干的事情 跟玉米干的事情差不多 哦 对对对对 但是因为处在不同的阶段 所以结果就不太一样 对 为啥 为啥玉米会被捧起来 就因为戈尔巴乔夫要改革 知道吗 他那胡烤的跟玉米是差不多的 说这时候 你还不如新宗啥也不干 你还不如新宗啥也不干的 对 这个确实 躺在那摆烂说不定还能多活几年的 真的 哦 我跟你说哈 我跟你说 我接下来讲讲苏维埃嘛 你就知道戈尔巴乔夫干的事有多么抽象 因为苏维埃就是这种组织 它的好处就是动员 动员力非常强 坏处就是很难达成共识嘛 那你像最早苏维埃 你上台演讲 然后下面人如果不满意就揪下来 打破狗头的那种 然后 然后列宁为了 为了让苏维埃有行动力的话 他就 他就设立人民苏维埃 就是苏联政府的前身嘛 人民苏维埃是非常迅速的官僚化 大量任用一些沙俄官僚 然后很快就稳定住了局面 然后后来斯大林搞的那一套吧 也就是事务官治国 斯大林搞的是事务官治国 然后就是 然后但这样的话就会导致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的矛盾嘛 然后大清洗也是这么来的 大清洗也是这么来的 就两方的矛盾 然后呢 斯大林时期的话主要就是事务官治理 然后苏联的那些计划经济搞的也是有声有色的 然后到了赫鲁晓夫 他自己是靠党务系统夺权了嘛 然后党务系统就开始疯狂的干预 然后整个苏联的国家机器就开始越来越僵化 就是逐渐就开始瘫痪了 然后戈尔巴乔夫时期他遇到的问题就是 他干不成任何事 他依靠那个党务系统他干不成任何事的 说白了已经瘫痪了 然后他干了一个啥事呢 他就叫汇布苏维埃政统 然后就把最早那种制度给复活 就搞那种选举 就搞选举 有一种这个往往恢复什么的美 真的 对对对对 不过你也不能怪人家戈尔巴乔夫 毕竟斯大林那会主持的布尔什维克党时官嘛 然后就说 哎呀 尼布拉二世不让民众选举 就是大大的坏蛋 就是这样的 不让人民搞选举 就是大大的坏蛋 所以说他就想要搞选举吧 然后然后通过这个最高苏维埃 然后让自己 把自己弄成苏联总统 然后跳开党务系统 来进行一个来直接掌权 他是这么瞎子 是这样 然后呢 那会儿的苏维埃选举 我可能真是群魔乱舞 啥玩意儿都跑出来的那种 叶利钦本来在1987年 被戈尔巴乔夫给打倒了 这不是满血复活 我的天 这个 这个 我这个是那个 人家还满血复活 还选上了 对 满血复活还选上了 就是戈尔巴乔夫 给自己挖的大坑 对 然后更高高的是第二次选举 然后各地的那些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分子 都跑出来选举了 这下你苏联解体不是把上钉钉的事 确实 然后更抽象的是 来了这么一个 没有人敢当书头鸟的 819 这个更抽象 我只能说这个更抽象 然后叶利钦 你不知道 叶利钦神话到什么程度 然后莫斯科大概80%的人都支持叶利钦 我靠 牛逼 我只能说牛逼 那已经是叶顺了 已经不是叶人了 对 你要这么说话那确实是叶胜 毕竟他享受到了文首里 对吧 对 这种东正教宗教仪式 那是列宁的待遇 我的天哪 对 那已经是文首了 不过好在资本主义战士叶利钦这个人比较抽象 不是 我问我给叶利钦列的几大功绩 其中有个就是炮打白宫 炮打白宫 赶紧把这个苏维埃给赶紧让他滚蛋 制造阻止国家下一步的解体 就是防止国土分离的法律是 是在叶利钦才签订的 知道吧 在法律上才防止国土分裂 这个是叶利钦时候签订的 我的天哪 这么出相吗 这就被列为叶利钦的功绩吧 就是说他阻止了戈尔巴乔夫胡来 导致的进一步解体 就是就没把车程送出去 对吧 没把那个对对对对 合国送出去就已经是功劳了 对对对 已经是功劳了 哎呀 所以说我们得破除的观点 就是不到人民选举就是坏蛋 这个观点必须得破除 我的天哪 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历史 可以太对了 只能说味道太对了 说到这个叶盛了 我提一句 就是列宁一开始 列宁就是 列宁被神化 这个其实也是来契合俄罗斯的政治传统 就东正教的传统吧 说句实话 有些地方列宁的话像是圣像 就当圣像来用的 就是有些沙俄的将军见到列宁之后 就跪下来嚎啕大哭 我的妈呀 你觉得这些人受到了社会主义的感召吗 有些沙俄的将军见到列宁之后 就跪下来嚎啕大哭 你觉得这是 你就是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感召吗 为什么 我很好奇 就是沙俄的那一套 沙皇不仅是政治领袖 他也是宗教领袖 他得担任神职的功能 所以说 布尔什维可谓对抗这套政治传统 就是违背列宁意愿的无限神话列宁 他们就这么干的 就是你看苏联的一些建筑 一些纪念碑 你其实跟东正教的一些圣徒的纪念碑 没有什么本质 艺术风格是一模一样 这个我倒是那个能感受到 还有一个就是列宁墓 列宁墓那个最能体现东正教 对 这个非常有东正教精神 对 那个叫圣海崇拜 我记得好像是叫圣海崇拜 圣什么崇拜 圣海崇拜 孩子的海是吗 是 不是 海骨的海 圣海崇拜 圣遗海的 对 那玩意儿叫圣海崇拜 是非常有东正教色彩的一种 是非常具有东正教色彩的仪式 你像保留一些革命领袖的 革命领袖的半身像 革命领袖的石膏手摸 那也是很有东正教色彩的仪式 太对了 我只能说味道太对了 弹幕不要搞影射 不要搞影射 不要搞影射 你弹幕要是再敢给我搞这个 我直接就把你们给分了 我先说好 小心 不要搞影射 谁要是敢搞影射 我直接想必 好吧 说到做到 说到做到 然后呢 你们 你们 没事 我刚刚是想重复港 没事 你接着讲 然后呢 就是 布尔什维克洗白 你还得真感谢黄俄士官的出现 说句实话 就是 就是二月革命 二月革命被 特地批死批臭口之后 布尔什维克就洗白 就俄共就洗白了 说自己没参与这回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也是个历史的轮回 说句实话 哦 可以 这个有意思啊 这个是真没想到的 这个是真没想到的 反正这么洗白 说 这也是历史的灰色幽默 说句实话 嗯 这个是真没想到 嗯 嗯 就是 我很好奇啊 就是 他们现在是怎么去 就是 官方啊 我只是说官方 官方去 纪念叶利钦这个人 怎么给他定性 那这个皇后给他列出的 那几大功绩 就是你至少阻止了 戈尔巴乔夫进一步 让国家解体 而且 我说句实话 就是 邱拜斯不是也回忆过吗 说 嗯 你不要觉得叶利钦 亲西方 叶利钦跟 1999年的普京相比 他其实一点都不亲西方的 普京那会儿才是 大大的亲西方派 也就是说 从1992年开始 到1997年 1999年 叶利钦已经不是亲西方派了 叶利钦已经不是亲西方派了 嗯 我只能说 你欧洲真牛逼 你真擅长把自己舔狗逼成仇人 我说句实话 可以可以 这个是真没想到的 哦 哎 那那 那么 那么 戈尔巴乔夫判处 哎 戈尔巴乔夫的名声 已经臭的 没法再臭了 跟赫尔巴乔夫 已经一个等级的 就是 傻逼 都觉得是傻逼的那种 因为你俄罗斯 就是从苏联解体来的嘛 所以说你表面上 领导层对你的尊重 还是得有的 但是 哎呀 但是官方上 但是民间已经把戈尔巴乔夫 认定为傻逼了 说句实话 那我只能说太对 认定的太好 这个只能说太对 啊 在这点上 我是非常赞同黄俄 啊 现在俄国内部的高层 黄俄也是有的 黄俄也是有的 像 那个罗戈金 罗戈金就是一个 自爆身份的黄俄分子 罗戈金这哥们儿 也是个自爆的黄俄分子 估计那个 新 啊 您知道罗戈金这个人吗 我知道 罗戈金这个人也贼抽象 他一开始是参加那种 新纳粹的集会 他一开始参加那种 新纳粹集会 后来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 他自爆自己是个黄俄分子 然后也跑去前线了嘛 啊 结果被炸上的时候又回 回来了那种 哦 还有这么一段 有战部分 托洛茨基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 哎呀 就是革命的妖精 革命的妖精 那会儿人给托洛茨基的称呼 什么东西 革命的妖精 对 革命的妖精 就是说 就说他们这帮人 他们这帮人在瞎搞 知道吧 因为那会儿 那会儿的话 他们却那会儿就是打着红军旗号那帮人去 是没有很强的输出革命的欲望 因为当时在俄国本土作战的红军嘛 打着红军旗号的有几百万人 但是就是1920年列宁不是发动了攻打波兰的战役嘛 那会儿红军参加波兰战役的好像才20来万人 我记得 打了个大戴仗 在那个华沙城下 对 他们没有那么很强的输出革命的欲望 要么说托洛茨基为啥垮得那么快 也是因为的确没多少人支持他 是这样 所以说他们那会儿就是 布尔什维克党史观有一大问题就是 他把他们的成功过多的归咎于列宁的天才和 社会主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 这是他们那个构建史观 那个比较主要的一个问题 忘记了 愚蠢的敌人的配合 对吧 还是忘记了 他民众为啥愿意跟着他 不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多么有号召力 知道吧 而是因为他们依托的那一套组织 是挺有号召力 就苏维埃这么一个组织 感谢玉雪成功一号机的SC 俄纳跟乌纳怎么区分 这是个好问题 这俩不用怎么区分 因为俄纳基本上都跑到乌克兰了 基本都跑到乌克兰了 跟俄罗斯正规军打开了 是这样 那我们在那个看到的 就是在上面看到的 基本上全是俄纳 对吧 就是俄纳加乌纳的组合地 对对对对 要么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垃圾了 你捧起班德拉这种人 我的天 你捧班德拉 这也是我个人觉得非常不理解的 这么一个事情 就是没人了吗 为什么要捧这么一个货 也吸出了那会儿 是这样 这个人他从个人的能力 井格 还有他的政治素养 我先不评价他做的那些事情 就任何一个方面 他都是非常垃圾的 为什么就啊 就选出这么抽象一个活呢 因为这哥们是希特勒支持的嘛 这哥们是希特勒支持的 然后呢 他那会儿就是支持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嘛 然后那帮人就全蹦出来的那种 因为西乌克兰主要是农业区嘛 打仗不行 做工也不行 但是怨气贼大的那种 外加人就乌克兰西部洗脑 特别特别严重 以至于沙 他那边民族主义洗脑 其实老早就开始了 以至于沙俄那边的人 中央的那些报告都说 不要惦记利沃夫那块地方 我靠那洗脑太严重了 你把那块地吞进去 绝对会出乱子的 好吧 当然了 尼古拉二世没有踩进去 斯大林倒是一脚踩进去了 这是大林子的问题 对 确实 前几年 俄去捧高尔查克也挺抽象 确实 现在他们那帮人 他们那帮人名声也不太好 毕竟嘛 他们是推翻沙皇的主力 你现在沙皇要洗白 那这帮人可不得名声得抽 就这帮人 只会从垃圾堆里面找着 真的 只能从历史的垃圾桶里面整一些人 我说句实话 你哪怕洗白尼古拉二世 你也比洗白高尔查克强 我的天哪 尼古拉二世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招人恨 就是因为他给那些下层的技术官 中下层技术官僚和军官背书 来压那些大贵族的势力 所以说大贵族的贼恨尼古拉二世 要么二月政变 二月革命为什么要推翻他 就因为这个原因 原来是这样 可以可以 可以就是老爷吃香的喝辣的 就以前连汤都喝不到呗 可不是 和那跟乌那河流还能叫那 我给这么个名词 就是乡下纳粹主义 他们的就是乡下纳粹主义 你这个可太好了 乡下纳粹主义都出来 这个过分了 这个过分了 这个真的过分了 乡下纳粹主义可太好了 话说这个 俄纳有什么理论吗 俄纳就是主张 就那前几天那个 前几天挂奖的那个纳巴尔尼 他那套就是主张杀光俄国 进的所有的黄州人 他们就跑这一套的 他们想去杀光所有的黄州人 我的妈呀 就杀光俄罗斯进的所有黄州人 俄纳那套理论就是这样的 这么抽象啊 这么抽象吗 确实 为什么这么黄种人 老哥你有了解 边缘地区的就边缘国家 边缘的白人国家都有这种毛病 觉得自己是文明人 觉得自己是纯正的白人 就是他们歧视起别的人种 那可比那些西欧老爷们还要狠 知道吧 就斗不过老爷了 还斗不过你 就这个味道 对 1870年到1890年的德国 然后 然后我们就是现在的阿根廷 阿根廷 什么东欧 什么波三小波兰 都是这副德性 包括俄罗斯 俄罗斯内部内 那帮纳粹分子也是这样的 哦 可以可以 我还以为他们有点什么新的这种 理论呀 实践之类的 你包括德国 你包括德国吗 德国为啥那么抽象 他为什么会成为 种族主义的发源地 就是因为他长期 德国长期也是被英法排斥 觉得是热曼哑巴 野蛮人 所以他们想急切的证明 自己是文明人 是白人社会的一分子 所以说他们才搞出那么多事情 对吧 就是在正统的 正统的西欧老爷们眼中 德国呢也是野蛮人 这个肯定 这个我 所以说他们才会整出小胡子 那样的活 知道吧 小胡子其实对英法也是非常 也是非常的傻的 要不然他们怎么会 怎么 就是小胡子怎么会想的跟英国有和谈 要不然小胡子怎么想的会跟英国和谈 也是这个原因 可以可以 那我 那我大概 你这个 那玩意 说真的 哎呀 这个哥们也挺抽象的 就是靠做视频 他就靠做视频 然后来 来 来进行那种反对派活动 但说真的 这人号召力其实不高 是西方贼爱吹捧他 那肯定 哎呀 西方为了 哎呀 为了反对普京 居然能吹捧个这人 也真是牛逼 哎 说真的 他们吹捧那些人 哎呀 什么大毛马逆 哎呦 哎呦 我 这人比马逆 我觉得更抽象 我说真的 这人比马逆更抽象 我这么跟他讲 跟这种人一比 我甚至都觉得马逆 真的是 帮忙适让 确实 确实 哎呀 真真的 我现在都觉得真的 马逆帮忙适让 真的 俄罗斯内部反对派 特别特别抽象 这种野生反对派 贼抽象 哎呀 他们那种官方反对派 和那个野生反对派 两个 两套 哎呀 那野生反对派 也是真抽象 嗯 这这这个 你这么一说 我反而能理解 哎 那个感谢东方馅 挂炒合本的SA 小猴子 其实我也是入关 一战打出统战价值了 我靠 那统战价值 确实都给那个 都快给德国打没了 一战 一战打出了统战价值 那确实 没 西藤乐没有一战的 那个身份 他后面根本怎么说呢 做不了那么大的位置 这个确实 这话没错 哎 嗯 老哥你还有什么要分享的 嗯 你这边 这边的话 因为我对这个 苏联跟沙俄这一块 尤其早期的 我确实了解的不太多 我确实了解的不太多 所以就是 嗯 如果就是这边看你 如果你又还有什么分享 可以 就是大胆分享 我们可以对吧 在这个审核的边缘 反复摩擦 现在俄国 有个弹幕想问一下 就是这个 现在俄国怀念苏联的人有吗 你现在黄俄那一套的 那个就是政治 政治经济思路 其实就继承自 就那种斯大林那种 事务官员治国 和那种计划经济体制 黄俄其实是搞这么一套 是想搞这么一套的 你不要以为黄俄没有什么理论基础 他们就想搞这一套 嗯 你像现在那个米苏斯金嘛 那算是苏联培养的 就是那种控制论的人才 他还搞那套数字政府计划 实际上是把纪委给复活了 把国家纪委给复活了 对对对 其实这个我挺赞同的 他其实就是整了一个 架在央行架构上的国家纪委 对 他把国家纪委 国家纪委恢复了之后 然后还有就是事务官员治国 事务官员治国 你不要再搞那种政务官 下干预生产生活的那种模式 资本主义搞纪委 我觉得挺正常的 这个事没 现在没有什么纯粹的计划经济 什么市场经济之类的 对这个很正常 我觉得不要 大家不要觉得很意外 对吧 这下倒退70年了 哎呀 历史是螺旋上升的嘛 历史螺旋上升吧 他搞那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真不行 俄国人搞市场经济是真不行 因为他竞争力本来就不足 他的劳动力也少 一样苏联时期劳动力也少 他的产业人口 哎呀 他的产业人口本来就比西方少 好像是七千万左右 我记得 我记得他的产业人口好像是七千万左右 根本无力支撑产业升级的 嗯 我觉得我也觉得应该是支撑不了这个产业升级的 这个人口确实有点少 尤其他可能在一些比较单一的这种细分领域吧 对对对对对 像什么真空真空焊接真空焊接技术 俄罗斯挺强的真空焊接技术 对对对 你指望他那种啊什么的就就算了 真的是我个人觉得就算了 实际上俄罗斯非常依赖外部技术输入 他特别依赖外部技术输入的啊 你像他的这个绝对绝对 你像他那套他的卡车工业就全部进口自德国 啊不对 他卡车工业是他卡车工业是哪来的 我想想哈 他是美国和意大利一块 对对有意大利 卡马厂卡马厂卡马厂好像是 哦意大利是那个拉达轿车拉达轿车 就是菲亚特的那个菲亚特一个品种 菲亚特的一个车型引进的 然后那个卡马厂好像是从德国引进的 我记得是啥时候 反正苏联的那个啊怎么说呢 就是故事太多 有人说故事 对对 嗯 化工不少也是西方来的 我靠苏联的化工呢真是 苏联的化工呢真是一言难尽 太辣了太辣了 他的化工实在是 嗯确实 现在卡车已经是东大的形状了 哦对 他那个发动机好像是从围柴 围柴那边买了 围柴动力 对围柴动力 对对对 他发动机开始找找围柴动力买了 他是他是靠技术引进才能技术 确实 确实这个 嗯怎么说呢 这个哎呀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你也不能说他有很大问题吧 但事实就是这样 确实 老哥你这有个SA 你这有个SA 好的 呃 感谢双城越大 能聊聊白俄罗斯吗 呃 老哥你想讲 这个白俄罗斯跟俄罗斯是怎么分裂的 我很好奇 白俄罗斯的话 他那个地方是比较接近于 他那个地方比较接近波罗的沿海地区嘛 他那有更多的德意志 他那有更多的德意志 嗯 就是解体的 第一就是我很好奇 为什么白俄会单独裂成一个加盟共和国 第二 解体的时候他是怎么出去 嗯 那解体的话那就是舒适科维奇 舒适科维奇这个 这是第一个白俄总统吧 然后他他鼓动的那帮民族主义分子一块闹出去 反正因为白俄他那边更靠近 他那边其实是更靠近德意志地区嘛 所以说他跟俄罗斯还不太一样 他跟俄罗斯还不太一样 你像波三小那些地方都是德意志 德意志的聚集区 德意志族的聚集区 哦 哎 那这么 那如果按你这么说 白俄当年其实也是 呼吁其实也是一个意外 可以这么理解 对 你要乌 其实沙俄的主线还是俄罗斯本部贵族和乌克兰贵族的这么一个斗争 其实乌克也可能也包括一些白俄罗斯的斗争 不过白俄罗斯可能介义比较少 主要还是乌克兰 主要还是乌克兰 乌克兰这个地方太重要了 嗯 还是哦 主要还是乌克兰 那哦 确实也在 那个感谢双成月的SA能聊聊贝拉罗斯吗 这是 贝拉罗斯就是白俄罗斯的音 哦 感谢HPC的105的SA 现在西大材料配件也依赖某国 有点回旋标呀 什么叫现在 我告诉你 十年前就开始了 如果你要是 老格你之前不是聊波音的乐子吗 嗯 我在想你怎么你怎么能不聊造船业的 西大造船业的乐子 那个不是乐子更多 我对造船业不懂 我对造船业是真意的 你说起西大的制造业迷烂 那不是造船业不典型 哎呀那真是烂道 他现在的下水都会 是不是连菲律宾都不如了 啊 他下水都会 是不是连菲律宾都不如 我记得 西大的伤什么鬼 西大的伤船好像下水都会 好像还不如菲律宾 反正西大的造船业是彻底烂满了 彻底烂满了 我当时听你的 我之前听你直播的时候 我还对波音有一次幻想 我觉得哎呀 波音再烂也不如造船业烂吧 没想到我去 烂的也差不多了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这个我还真没 他能烂到这个地步 就是他的总 就是零 不仅是零配件了 全烂满了 他的总装能力也烂的快差不多了的那种 好吧 不信你看看那个福特级航母 我的天哪 那更是 现在是从二号舰上不停的拆零件 给一号舰去装配的那种 就是那个财东墙五锡墙 对吧 对 这个我是听说过了 然后美帝的卡车工业 我记得是不是也烂的差不多了 美帝的卡车工业 我记得也烂的差不多了 对 现在是纯靠吃财政饭补贴 什么叫计划经济 这才叫真正的计划 计划经济 然后现在 现在不是也在狂补贴心 半导体吗 它半导体也不太行 说句实话 半导体不行 都已经 我们说到 这事都已经多少年了 对 这事真的是 不是一天两天了 都已经多少年了 这个 我们都太习惯了 感觉西大全靠马斯克撑猛面了 这个 马斯克也靠东大撑面了 那确实确实 这个只能说回旋标 只能说回旋标 还说什么西方早该淘汰这些落后产能了 太不自由了 对对对对 你猜为啥现在有铁锈带 为啥那么多工厂都倒闭了 对 这样 确实 只能说 奴婢 只能说还是他们 欧美人是会玩 然后我可好奇了 就是 现在 二二四开始之后 他们的那军工产业居然还没能动起来 我的天 他们是觉得俄罗斯威胁大呢 还是威胁不大 或者说已经上市这个能力了 说的直白点 就彻底上市这个能力了 就跟威胁大 威胁不大 没什么关系 你可以理解 那是彻底上市这个能力了 对吧 那 那你你你总不能让太监上青楼 对 确实 确实 对 这这怎么说呢 你总不能让太监上青楼 对 这个对太监要求太高 不会 那确实 那确实 嗯 没事 没事 这个我们理解 理解 就是 你要对他的颓废程度 就是抱有自信 他已经垃圾到现在 连他妈一年六十万发炮弹都照不出来了 他无非称为工业化国家 大家听听说不配成为工业化国家 啥时候 对 你说 不是还有个乐子吗 说一样全是选三千万美元 对 我们之前跟那个红汉算过 那玩意儿的价格已经比 就是比纯白银达到韩贵 我去 但是已经比纯白银达到韩贵 我去 就只能说他不配成为啊 那个什么 就是呃 那个叫什么国家 工业化 啊 不配啊 他不配 只能这么 只能说还是存量牛逼 还是存量牛逼 还是存量牛逼 你只能说还是存量牛逼 行 那个 嘉明你有什么还讲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可以到这儿 大家周五早点休息 我最近天天加班 我加的有点累了 我有些扛不住 哈哈 哎呀 我明 我明天还得上班 我明天还得上班 哦 你明天还得上班是吗 对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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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行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样 对 明天 啊 你有什么要补充吗 嘉明 对 我再提提提提提那个啥 杜金 杜金这个人 嗯 有人说不 这人是辅寅的大脑 这是完全的扯蛋 这是完全的扯蛋 然后你要真说什么 普京的受谁的影响比较深 哈 我给大家说一个人 叫一万一里英 嗯 你去搜一搜这哥们 这个人是对俄国的保守派影响特别特别大 嗯 然后这个人嘛 嗯 这个人比较有意思哈 啊 之前是 他是有德国血统的一个俄罗斯贵族嘛 然后他一开始 他就是那种 实质不语的喷那种立宪民主派 他实质不语的喷立宪民主派 说你们都是傻逼 你们啥事也干不成 然后等一下 啥玩意儿 德国血统 我没听过吧 对 伊丽英这个人有德国血统 德意志血统的 好的 他这个人有德意志血统 然后 他们实质不语的喷立宪民主派嘛 然后布尔什维克来了 他一直喷布尔什维克 喷的没完没了 列宁受不了他了 然后就把他全家塞上船 然后让他们滚去德国 然后这个人曾经鼓吹过希特勒 这个人曾经鼓吹过希特勒 结果 结果纳粹上来之后 哎呀 他一直喷纳粹 是什么垃圾的聚集地 然后盖世太宝又驱逐他到瑞士了 而五十年代死在了瑞士 就是这么个哥们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 俄罗斯跟德国的事情 总是这么的抽象 对呀 俄国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个特点 就是很少有通才 他在另一个领域 就是非常的专精 但别的领域就非常的浅薄 然后 然后他们还怎么喜欢喷 互相喷 不停的喷 可以可以 好的 行 大家稍等一下 我再念一个SC 感谢黑糖 伯格的SC 说个乐子 美海计划到从22年到28年 总共采购19条二手运输船 平均每条6600万道 这他妈是二手船的价格吗 啊 我没看错吧 这他妈是二手船的价格吗 一手船的价格也 有着也成下 还是他妈是运输船 啊 好吧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我们不得不说太牛逼了 你 你 你拨的款越多 你生产力没上去 那你只能或是水涨船高的 对对对 太牛逼了 只能说太牛逼了 行 我们今天就到这 我们明天会接着播的 好吧 嗯 明天有机会 好像会接着播的 行 大家晚上早点休息 好吧 嗯 拜拜 嗯 拜拜 拜拜